司法界的大丑闻 高等法院爆发法官收贿 震惊社会 昨天四名司法官跟两名白手套 全都被收押觐见 而整个行贿的手法 现在也逐一曝光了 根据这些司法官跟监察院来申报的财产 像审判长陈荣和 他有73笔的土地 蔡光志有高达57档的股票 似乎都不太符合他们该有的身价 板桥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邱茂荣 前台北平方法院发言人李春蒂 高等法院庭长蔡光志 以及何智慧案的审判长陈荣和 现在全都上手靠成了阶下球 和所有收容人一样 几乎北索都要脱光接受检查 因为案件敏感 北索还特别为他们挑选了室友 我们有给他过例过 不能就是没有他承办过案件的收容人 是双人绑吗还是 有两人有两到三人 不一 他进来大概用餐都有用 晚餐跟今天早餐都用完了 跟同房互动还是良好的 检释涉案司法官的财产申报 陈荣和审判长 竟然有高达73笔土地 3笔房屋 还有存款554万 作为惊人 受命法官李春蒂 则是看不出有任何异状 至于白手套蔡光志 竟然有23笔土地 7笔房屋 还有57档股票 据说他单日股票 曾经赔过300多万 令人折舌 这次法官收财交钱的过程 检调人员完全掌握 还利用了像是全民公敌 里面这种高感度的结音器 因此交钱行贿的对话 也全都有 何智慧还向蔡光志表示 你要的土鸡 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现在证实 原来土鸡 竟然就是暗中的汇款 直到这里